依然Ella非常热心 朋友的手机掉了 她赶快带着朋友到派出所来报警 而事实上呢 有着侠女性格Ella 常常帮助网友 多次也在脸书上张贴寻狗启事 希望能够帮忙找回毛小孩 另外她对好姐妹Selina 更是意气相挺 拍着她可爱的爱狗布丁 来我们先看向中间 Ella陈佳晃带着爱犬布丁 现身公益活动现场 事实上几天前 Ella也才抱着布丁 匆匆忙忙上派出所 原来是朋友手机遗失了 个性就像热心李长博的她 急忙带着朋友去报警 不过因为明星的身份被认了出来 还造成派出所的一阵骚动 看她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想说好 我赶快来陪她去报案 至少你报了案 找到手机的几率会比较高 就没想到我们去报案 当天晚上找到手机 他们就一直跟我狂拍照 我有交代他们 不要放Facebook哦 就还是放了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看到大明星的感觉吧 毕竟你知道我也算是国际级的那种巨星 Ella清明的跟远景合照 并感谢大家的帮忙才能找回手机 而侠女个性的她直说这是小事 而热爱毛小孩的她 不只帮毛小孩募集公益基金 还常常在脸书上帮忙张贴寻狗启事 非常热心 就是有人拜托我分享 我就想说那我就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分享动作 没想到找到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 做你自己本来就该会做的事情 Ella帮忙找狗不遗余力 对于好姐妹Selina的意气更是不在话下 一看到Selina有难立刻跳出来帮忙 你用这个我可以帮你吗 我可以帮她吗 我可以帮姐妹吧 我帮你 老婆不要看 Selina上大陆实境节目不敢鲨鱼 Ella挺身而出霸气的说老婆不要看 勇敢的帮助Selina完成任务 让粉丝直呼Ella的侠女风格实在是太帅气了 介绍黄一文李世健台北裁缝报道